所以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 我们在要想拿到冠军 必须要过这一关 对 而我们中国女排呢 现在也在实行热心老交替 但是还不够成熟 现在年轻队员呢 还显得不够稳 而老队员呢 也有一定的伤病 好 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 日本北海道的综合体育馆 为您做现场直播 这是2006女排式锦赛 中国队对阿赛败将队的比赛 刚才第一局呢 中国队是25比23拿下 现在是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阿赛败将首先是拿下了平分 可以说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呢 中国队基本上打出了自己这种 有配合啊 有速度的打法 但是在篮网上面呢 篮喜不多 但是很有效的篮喜还是不少 比较稳定地发挥出自己的状态 我们看第二局在出场阵容上呢 也是没有什么变化 也就是全班的主力 现在是张平的发球 一船到位之后阿赛败将也是采取自己的这个进攻战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副攻仙来虚晃一下 那么后来是他的五号 自己的主攻手 沙伯夫塔把直线打成了 这局还是有一个难度的 哦 好防守 我们掉完了 马马多瓦的这个中套被救起来了 朱朱虹啊的确 在队伍当中的防守上呢 起到了非常重的作用 非常大的作用 连了两次的追求 王子总还是缺乏经验 所以他三个人拦网啊 还是硬打 极限可以慢慢钓鱼 再看这个又是马马多瓦 打中了 如果让马马多瓦这样疯打的话 这个局面就不太好控制了 不能让他活动开啊 三比一 二三白仓一线 嗯 一传又不太好 一传 二传 二传 他的调整 哦 哦 哦 王一梅啊 在这种球上面还是显得生猛 有余 而这种 距离不太足 这种球应该玩脑子了 像一梅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 要交这个学费 既然我们的重演的目标是 呃 08年奥运会 所以刚才这几个球 就像两个人成绩 就要打得不太好一个冲点 面对对方的这种强力的两个人 三根的打网 稍微再巧一点 但是手腕上的变化再多一些 这样效果可能会更快 因为王一梅有这种强攻的实力 对方篮他主要是想强攻的 那这时候 给他吊球啊 给他小球啊 打一个空档啊 应该威胁更大一些 他这种队不好对付 就是他有强攻的实力 但是我们看到 只要他一传到位 他的快踪现在打的也是眼花缭乱 没错 一传打成了第二局的4比1 这个球还是给冯昆出了一定的难题的 因为一传有些冲啊 冯昆的调整功力非常不错 但就实际上还是靠复工得分了 2比4 一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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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齐了 这个球太可惜了 这就是王一梅的经验 对 这个球太不应该了 杨浩在后排接起了马马洞瓦的重扣 嗯 但是一梅就想到进攻了 再来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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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起得非常好 对 因为王一梅已经后撤了 对 撤位了 这个球 这个球是转件啊 如果老贝兰老拿不拿分的话 这个对西北方是一个很大的影响 主比赛 王一梅的确作为小匠啊 参加这样的大赛 心理压力非常大 嗯 这方表表 大球保护 来 挺好的 还有 气球处理出键 这个是很长士气的 对马马洞瓦的重扣啊 对我们篮回去 非常长士气 通过队把比分 不见追上来4比5 而且这样的篮呢 会对马马洞瓦在进攻的时候啊 给他一定的压力 对 还是跳发 好的 毕竟 毕竟在打快攻方面啊 尽管现在 阿萨埃将采取的比较多 但是你看这种战术还不够成熟 这个配合 不够默契 是 可马兹 刚才的进攻被中央再拦了 连续让对方一传不太到位 对 打在标志杆上了 对 进攻先打标志杆了 这也是我们篮网啊 还是给他压力 第一个篮 第一个球过来 来一下 第二个球太想避开篮网 想打直线 对 因为已经那边没有宽宜的位置了 部队在2比5落后的情况下 简单的把比分追平 现在第一次在第二局比赛里面 6比5领先 好的 这个球张大救起来了 二三百坚逃整二号位 打手 打手 所以说 这个比赛打得还是比较的累的啊 刚刚的打平了呀 双方在第二局里面打成了一平五平 都打成六平 好 好 借外 是出界了 是出界了 嗯 好 来一下慢动作 周志鹏 周志鹏 因为他现在面对的是 马马多瓦这么高的 一米九五的身高 还是想把这个球 向外再拐一下 这个球啊 马马多瓦等在那儿了 对 这个逢分的这个分配球 稍微的欠妥了一点 这也就是我们经常在说 雷亚男人会打这个 好友的北非这边的球 但是对手现在对他研究也比较多了 对 这个球就等着我来你了 8比6阿塞拜疆领先进入了第一次技术暂停 所以大家看到了 就是我们赛前认为 一听阿塞拜疆 成他的台球能有什么样的水分 就是这样 第一局我们两分取胜对手 第二局又成这种交折的状态 现在6比8落后进入到第一次的技术暂停 所以不管怎么样 包括在预测本届实力比较领标的最后的挂军走向的时候 几名教练都有这种认为 中国队 俄罗斯队 古巴队 巴西队 意大利队 包括美国队 谁获得冠军都有可能 谁获得第5名第6名也不奇怪 对 这就说明这几个队的实力相差的不是很多 对啊 尽管我们在世界杯上 在奥运会上都拿了冠军 但是如果合议整个比赛的过程 其实很显很悬 尤其奥运会的冠军 有的时候可能实力还有运气 都要架在一起的 好的 我们继续来看比赛 阿塞拜疆发球 遗传不好 好的 好球 阿塞拜疆队啊 有的时候会打一些这样的球 比较随意 我觉得这个球 它的目的性不是很强 我热板扣 热板处理 热板掉 好像都随意向这边一拨这种球 这是他的11号 克克马兹 也是一位34岁的老将 热板马兜啊 大家看这种小学线啊 落地以后这个当当响 对 这种球是绝对实力了 你再来看 给的点很高啊 现在马兜兜啊 又赚到了后排 走出红 好球 一跳保证遗传 发尾绿 否则的话就很困难 8比9 不排风 慢慢都完 再来 好大 这个球很漂亮 哦 杨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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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前面 看一下慢动作 再来看一下 杨浩 这打成了9平 那么跟他打对角的这个5号 沙波夫塔的这个强攻实力也是不错的 这个球也打中了 这个球混坤正好是从两个手中间给露过来 5号杀波夫塔 这也是一位老将 37岁了 球直接打出了键 第二局啊 这两个队的整个更加激烈了 嗯 1平 5平 6平 9平 现在要打出10平 这个费飞 非常的坚决 再来看一下 我们看啊 在欧洲球队打费飞的时候 他跟我们是完全量这种概念 我们的费飞是讲快 嗯 他这个球有点那种时间差的味道在这边 是 11比10 而且他的费飞呢 高度比较高 哎 这个球只能是掉球了 一共挂网 三人的拦网 哎 居然打中了 真的真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打主攻啊 因为在两点攻的时候 副攻这一点如果不到你 副攻很难去打副攻的 只能靠你王一枚硬 砸了 而且对方也就知道我就拦你这点 这时候要凭自己的决斗实力来说话 那打成了11平 嗯 吃球了 我们现在在发球上啊也要给对方造成压力 逼着他来犯错 嗯 张平到目前为止 发球的冲击力还是可以的 刚刚说完这个球失误了 那么的确在美球对分制实施以后啊 这个发球也是一把双刃剑了 对 给对方造成压力 但有可能自己就出现失误 但这也是正常的 哎 这个球有点勉强 嗯 哈哈 阿塞拜金也是出现的失误 很好的一个机会就没有抓住啊 好 阿塞拜金也是出现的 那在一把双刃剑到双刀剑了 Cody 碰盆发球 普通一串到位 啊 带走出见了 对方的双刃剑了 就是出现了 双刃又战成了呃 十三平 又是平分 现在中国队前台是两点 好的 来看一下 前台掩护以后 在二号位周苏虹把这球打中了 然后这个掩护非常久 刚才是一对一的图兰斯 再来看一下 当然这与这个阿萨拜疆队啊 这个复攻啊 始终速率不够快有关系 探头 好的 阿萨拜疆队又是自身出现失误 16比13 中国队领先进入了第二次技术暂停 小郎叶夫要选择暂停了 中国队这一局真是不容易 在落后的情况下追平 又被对方领先 现在是16比13领先39 那么阿萨拜疆队呢 的确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一旦他的球打不开的情况下 自身的失误就会上了 这也就是一支球队不够成熟和稳定的一个表现 大家现在有看到的是我们在日本的北海道终合体育馆给大家训练成功的第15级世界女排锦标赛B组 中国队同阿萨拜疆队的比赛 第二局打成了16比13 依据中国队是25比23取胜 现在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呢 目前在比分上中国队16比13看着优势不错 但其实第二局的过程打得很艰难 几乎一直是被动的在追赶比分 那么这一会儿利用阿萨拜疆的一些失误啊 把比分迅速的反超 这种状态要保持 看王一梅的发球能不能冲击对方 不错 实际得分了 关键时刻 这个小将王一梅的发球显示了威力 嗯 17比13 这个球想找人啊 失误了 一传不错 漂亮 只要能够保证有这样的一传 中国队的这种快攻体育对方要想拦的话是很难的 对阿兰的掩护 周四红二号位的进攻 单人了 单人的话面对玛玛多瓦肯定是没有办法的 18比15 周公队还是领先三分 玛玛多瓦的发球 一团到位 好 这是一个时间差 18号张平 张平是来自天津的姑娘 前一段受伤病的困扰 结果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休息和治疗还得以付出 其实现在也没有好力了 对 没有办法 现在阿塞拜金啊 在复工打不开局面的情况下还是利用主攻来说话 这是找人的发球 只有他找人 这就是冯坤的经验呀 因为冯坤有这样的一个进攻的实力 毕竟以前我们就要说他把握主攻 那么击球的手感和这个实际还是把握的不错 再看 还都挡得在传球 对 结果形成空门 没有人拦网 这是他的五号 对 莎布斯坦 也是有很强的 其实在排球比赛当中有很有意思的规律 就是说在这个球队比较被动 或者是打到关键分的时候 他会不自觉的放弃所有战术 来打他最信任的那个点 对 对阿塞拜金来说 就是主攻这个点 那么中国队现在 多看他的主攻这个位置 您传播能够保证 直接电动网上对方打穿球 要18比20了 双方比赛的差距只有2分了 刚才一度有4分5分的差距 被迅速追上 保的到位 时间差 这一次后排起球了 是玛玛多瓦 先打 球调整的不太好 被篮回 带主持 再篮 好的 带主持戒了 太可惜了 我觉得周苏恒在后排防守起到的作用非常的大 这么一会追的只有一分的差距了 中国队现在是请求了暂停 所以就两个队的优点还有短处都很明显 大家都很清楚应该怎样打 就看场上你怎样把握 怎样发挥 这一段中国的衣权高位率不一种高 一下子4分的优势 现在只剩下1分 其实这样的话让我们也为中国在后面的比赛也会捏一把 因为我们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小指出现这么简单 对阿塞拜疆来说他可能小指出现不错的成绩 但是对于中国队来说 我们的目标 就算大家出阵之前说是进前四 但是我想所有人心里都明白 我们是奔着冠军来的 对由于这次的赛制第二阶段的比赛 第一阶段是成绩带进去的 所以第一阶段的每一场比赛 甚至每一局每一分都很重要 20比19 一传又不太好 漂亮 王一梅 看年轻球员关键时刻手不软 对王一梅的冲劲还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身体调整也好有力量有高度 他还要出现失误 这个阶段只要发上的对手就是有冲击力 但是失误的话就直接送分 每一次攻防现在都很关键 要拿分 现在我以为压力很大 关键的时刻这两分拿得很坚决 11号李娟换下了7号周苏虹 拿起来这样的主教练加拉耶夫 又要求暂停了 那么李娟在前排呢 李娟的篮网还是不错的 而且有一定的进攻实力 周苏虹呢有一个缓冲 王一梅呢只有18岁 这位选手的确是潜力很大 1米90的身高 而且我们看心理素质不错不俊 因为在后排啊周苏虹的防守作用太重要了 2号卡瓦林卡 他替下了10号 王马德亚诺 帕克门口的发球 好的 这个球太漂亮了 那么其实刘亚南的这一根起跳呢 还是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的 周苏虹自己打成那时候也很高兴 他对方宝开了 对 李娟南这边一跳吸引了对方 周苏虹这边打空门 23.21了 这个比分对中国队比较有利 你看王一梅的发球 可以拼 好的 那么多啊 超手啊 23比22 这个一公很重要 现在的玛玛多娃有点像原来古巴的路一次 原来老美国女排的海曼 包括我们的那个狼平时期 对 好的 在这儿 回来再打 防守也不错呀 后排 上那起球 就被对方惦起 这个球来回去 往上争强 争球 争球 打了七八个回合以后 双方在网口上 最后裁判员判争球 23比22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 也是拼罚球 啊 不好 直接过网 太可惜了 这个球出现失误 在关键的时刻 出现了不应该有的失误 这是从直接一传电购网 对对方直接摁回来 23平啊 这分很关键 而且在心理上也会有很大影响 到位 一传 漂亮 在开工掩护下的四号位拉开 杨浩 中国队现在来到赛典 但是来到第二局的局点 但是呢 阿塞拜将队还是有这样的一次攻击会 在这时候把军力要换上来加强一下篮网 阿塞拜将也是请求暂停 来复制一下战事 这个时候的比赛啊 很关键 一分两分影响到这一局 也会左右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负的走势 这是这一局比分的一个走势 神中是群 这种胶着的状态 是 是 那么中国队在这个小组比赛也实力比较强 所以中国队的小组赛 大部分都被安排了当地的时间六点 也就是我们北京时间的五点钟 所以相对于刚才小微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前两场的比赛 这一场啊 双方争夺的很激烈 没有办法 这就是实力啊 有实力而且有经验 这一场比赛的话先掉过吧 二十四比二十六对对仓 这一场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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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请 成就美意 Juice 帝王维神机 DV有经 言之不尽 Hi this is Jim Furyk See you at the HSBC Champions in Shanghai